2015年 原名为李佳佳的她 开始以李子柒这个名字拍摄她的生活 凭借古法制作以及香野田间 再加上她本人自带着一股仙气 李子柒开始有一点成就 在YouTube上 每月的最高收入 预计是207万6920元港币 一年起码就是上千万 然而 就在2021年9月8号 这次事业高峰的时候 所有平台停止更新 曾经有这么一个小网红 她影片的品质非常高 她无奈拍摄手法粗糙 一直都不温不火 直到也MCN公司对她进行了流量扶持 她突然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创作者 调声一遍成为顶流大网红 这个人就是李子柒 她到底有多红呢 看一下她粉丝的数量就知道了 微博粉丝2651.1万 抖音粉丝5153.5万 快手粉丝981.1万 bilibili粉丝769.4万 因为李子柒的影片并没有语言上的限制 所以就连YouTube频道上 也有1720万订阅者 而且翻开评论区就能看到 90%以上的留言都并非中文 再算上一些七啊八啊的平台 全网粉丝超过上亿 那李子柒这个名字一年能赚多少钱呢 根据最具成长性的中国新消费品牌中显示 李子柒在2020年的销售规模达到了16亿元的命币 如果以这个比例来计算 那星级飞900万的账号创立个星级飞品牌 每年应该也能创造个1.4亿左右的收入 所以之前说他预计每年的毛利润 就是扣掉成本初略计算的收入能达到4800万 并没有很离谱 当然拿毛利润跟收入来比较 其实并不严谨 再回到我们的话题 根据DataWeber的统计 李子柒在YouTube上每月的最高收入 预计是2076920元港币 一年起码就是上千万 然而李子柒就在2021年9月8号 正着事业高峰的时候 所有平台停止更新了 直到今天都没有更新一个新的作品 但是什么拖住了李子柒更新的脚步呢 作为一个苦命人 李子柒父母离异 父亲后来又早逝 从小跟着奶奶长大的她 睡过公园的椅子 也吃过两个月的馒头 做个餐厅的服务生 做个酒吧的DJ 后来因为奶奶的身体每况愈下 她只能回到深山照顾奶奶 一边做起来网店 一边干起来农活 还一边照顾着奶奶 她的影片所展示的 就是最真实的李子柒的生活 曾经有黑粉在评论区底下敲键盘 李子柒是个富二代 她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团队 事实上即使画面经过调色 你依然看得出来 李子柒的手并不那般滑嫩 甚至比一个同年龄的男性的手都还粗糙 手指甲里还有淤泥 2015年 袁明威底嘉嘉的她 开始以李子柒这个名字拍摄她的生活 凭借古法制作 以及香野田间 再加上她本人自带着一股仙气 李子柒开始有一点成就 但是一开始拍摄的画面粗糙 抖动 更别提调色 运镜等等 为了让画面更加专业 她专门去请教了影片制作达人 后面所拍出来的画面 随便拿一针出来都美到可以直接拿来做你的手机壁纸 李子柒的影片制作是公认最用心最耗食的 为了拍摄一期蓝州牛肉面 她专门去找师傅学习了一个月的手工拉面 为了拍摄一期萝卜的一生 她从2020年夏天播种拍到冬天收成 再从冬天晾赛拍到次年终于能下锅烹煮 最后在2021年1月9号上传影片 历史将近一年 早期的影片 李子柒一个人就需要承担内容 拍摄剪辑等工作 她的影片全都发布于大陆的视频平台 不像YouTube跟Facebook 即使获得再好的流量 如果你不接广告的话 仅凭流量收益是微乎其微 李子柒原本做网店的收入 要维持自己跟奶奶的生活就比较困难 就算她有像星级飞一样的星际 一心只想创作内容 维持影片的高水准 不想将自己的影片过度商业化 但是你们看她的影片就知道 跟星级飞拍摄的主题不一样 拍摄器材要钱吧 剪辑软体要钱吧 电脑也要钱吧 但是李子柒又非常不愿意 在自己的影片里直入广告 一个勇物缭绕 让人置身其中的画面 突然跟你说 我将高丽菜只要9块9 9块9 9块9包邮到家 这样就会显得非常突兀 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气氛 也会瞬间瓦解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李子柒的后台 收到了一位叫做L的私信 她说自己跟妻子都很喜欢她的视频 也圆了自己一个桃园梦 并说自己的公司 跟星浪微博总部 有着深度的合作 可以给予她帮助 李子柒一开始以为这个人是个骗子 一直没有理会 直到有一天 L先生突然说 已经来到了她的城市 希望吃饭聊一聊 李子柒见对方诚意十足 这才相约在火锅店 正式谈起了合作 这位L先生叫做刘同明 说好大雄 其实当时李子柒并没有很大的意愿 要去合作 她也知道 李子柒这个名字 代表的是她这个人 一旦走上了商业化 走上了广告直路 走上了直播带货 第一 违背了她原本拍摄影片的初衷 第二 网红明星带货很常见 但是这种方式 商品常常会跟网红的关系特别密切 一旦产品出现了问题 消费者往往会将责任 怪在带货的网红或者明星身上 而这是李子柒最不愿意看到的 她只想要专心的拍摄影片而已 然而 最终李子柒还是跟刘同明 达成了合约制的合作 因为刘同明做出了以下承诺 李子柒只负责影片的内容 而刘同明的公司杭州威念 负责推广李子柒这个名字 当时刘同明在面对李子柒的疑虑时 非常坚定 她会好好珍惜李子柒这个品牌 不想让商业化消耗掉她 也不想给她做广告直路 也不让她给别的品牌带货 刘同明当时说得很坚定 那合作之后 刘同明为李子柒做了什么呢 从时间上来看 李子柒在2017年后 也就是跟刘同明合作开始 逐渐由单一的美派平台 转向微博 Bilibili抖音等 甚至在2017年8月 为了打击一些 将她的影片搬运到YouTube上的假李子柒 跟台湾运营公司合作 开设了自己的YouTube频道 正如刘同明承诺的一样 李子柒只是专心做着自己的内容 在各大网红都在获得一波流量后 开始收割流量带来的收益时 她就像网红界的一股清流 她的影片里 没有任何广告的直路 随着李子柒的走红 有无数广告商找上了门 每一天都能接到数十个广告邀约 有厂商甚至愿意用200万元人民币 只为在李子柒的影片里 做个小脸 也有花巨额 想请李子柒参加一场活动或者商演的 但是这些广告邀约 全都被刘同明也回绝了 她想要李子柒做的事 进一步提升自己 打磨优化影片的输出 这期间获得最大的收益 应该就是来自YouTube的广告分层 YouTube的广告是属于平台分配的 就像我们以前看电视一样 所以刚合作时 黄州威念做的事情 就是孵化网红 尽量让李子柒这个名字 获得最大化的曝光 同时通过YouTube的广告分层 让李子柒在创作理念不变的情况下 获得一笔不容小觑的收入 李子柒也用这笔收入 组建了一个四人团队 包括一名助理 两名摄影师 再加上她自己 然而 杭州威念跟刘童铭都没想到的是 这个当时只有20多万粉丝的IP 通胀的实在太快了 仅仅只是不到一年的时间 她的粉丝成百倍的增长 那杭州威念从中获得了什么呢 只有大陆视频平台 流量收益的那一点点分层 毕竟出力的是人家李子柒 拿到分层中的打头 那是理所应当的 其实这个时候 刘童铭早已经打好了算盘 如果给李子柒直录这些广告 那她以后的路 可能真的就只是一个小网红了 毕竟MCN公司跟网红合作 因为直录广告太多 而毁掉这个IP的例子实在太多 况且这样的合作方式 MCN公司往往拿到的只是少量的分层 一间公司有多少人要养啊 从公司的角度来说 持续性的发展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李子柒没有接广告的话 杭州威念就几乎在她的身上 拿不到什么金钱上的好处 不过千万不要小看刘童铭跟杭州威念 他们早已有一份收响的企划案 不仅不会打破跟李子柒的约定 还会尽可能从这个品牌里获得收益 而且是持续性的利润 2017年7月 杭州威念跟李子柒改变了合作的方式 将合约制合作改成了合资公司的合作 共同成立了四川紫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并注册了李子柒这个品牌 其中李子柒本人占了49%的股份 而杭州威念则占了51%的股份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 刘童铭开始布局了 外区分品牌跟李子柒本人 所以以下本人就用李佳佳原名来代替 2018年8月17日 李子柒天猫旗舰店正式开业 刚上线3天 其在售的5款商品 就创造了千万销售记录 不过真正的爆发 则是李子柒螺丝粉这项产品 只是仅仅1天就能卖出2、30万包 1年的销售额就超过5亿 后续的藕粉 牛肉酱、香菇酱等 都迎来了成功 除了天猫旗舰店之外 李子柒牌的商品更是打通了家乐福 山姆、便利店等销售渠道 仅仅在商品上架的第二年 李子柒这个品牌就创造了16亿的销售规模 只看数据的话 可能有点不太能感受到这个规模的庞大 螺丝粉作为广西柳洲的特色美食 李子柒这个牌子就带动了整个柳洲的螺丝粉产业 品牌商业化成功后 作为品牌的持有者微念 其估值也迅速上涨 光是2018年5月8日 就获得了8000万的融资 直到2021年7月 一共获得了7轮融资 当中也包括字节跳动 抖音就是字节跳动旗下的产品 这个时候 杭州微念的估值已经来到了50亿 然而以上所有的这些 都跟李佳佳本人没有一点关系 李子柒天猫旗舰店的经营者是杭州微念 螺丝粉 藕粉 黑枝毛核桃粉等商品的委托商 是杭州微念 甚至连奔着李子柒品牌去的字节跳动 融资的对象也是杭州微念 而李佳佳本人持有杭州微念的股份为 李子柒的这个品牌 说是属于四川紫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但是李佳佳也只有49%的股份 大头在杭州微念手里 他们持有51%的股权 这就意味着绝对控股 对任何股东大会的提案 都有一票辅决权 为什么我前面说刘同明开始补局 从合约制合作 变更为合资公司合作 这样杭州微念跟李佳佳的合作 就不会受到分成比例的影响 原本分成比例肯定是李佳佳占大头的 现在表面上李佳佳成为老板了 但实际上他没有决策权了 分到的蛋糕也更少了 李子柒品牌底下的所有产品 包括螺丝粉、猴粉、牛肉酱等等 都属于食品销售 即使是委托加工 自身的经营范围也要包括食品经营权 四川紫漆公司经营范围一大堆 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 甚至连裹酒销售都有 就是没有食品销售 但杭州微念是具有食品经营权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螺丝粉等商品 其委托商是杭州微念 而不是四川紫漆 因此全部卖食品的钱 都落入了杭州微念的口袋 那你猜四川紫漆公司 是谁去工商局申请建立的呢 退一万步讲 就算李子柒本倍销售食品 那有什么用呢 李子柒品牌是四川紫漆的 但四川紫漆的控股母公司 却是杭州微念 它是有决策权的 说白了四川紫漆就是一个空壳公司 这边又有疑问了 如果大家奔着李子柒这个品牌去的 那为什么不直接投资四川紫漆公司呢 而要投资在杭州微念 因为公司融资的其中一个条件是 企业成立要超过一年 杭州微念在拥有李子柒这个品牌后 于2018年5月8日开始第一轮的融资 但四川紫漆的成立时间 是2017年7月20日 只差两个月就刚好一年了 为什么要早这两个月进行融资 这个举动引人深思 另外在2018年 在四川紫漆公司成立之后 杭州微念竟然抢先注册了包括 分类为厨房拮据 教育娱乐 方便食品 甚至连军火烟火都在内的有关 笛子漆 漆等等相关字眼的商标 所以你敢说 这不是一个局吗 但是李佳佳在14岁的时候就已经辍学 他哪里知道资本的操作 直到2021年8月29日 他才反映过来发生了什么事 在社交平台上写道 资本这是好手段 第二天便去报了个警 那刘同明这边呢 李佳佳跟刘同明的矛盾点就在于 对于李子柒这个品牌 是李佳佳及其团队创造的文化价值更大 还是运营李子柒品牌的微念公司 创造的商业价值更大 可能你会觉得 明明就是赚钱了 微念没有分钱给他 所以才抗议嘛 其实并不了 且听我分析 虽然李佳佳低调的停更了作品 但是却高调的出现在了 采访节目跟线下活动中 在鲁建访谈中 李佳佳就明确表示 他想做的有三件事 三件事情是我最想做的 第一个就是跟乡村振兴 还有共同富裕相关的一些事情 然后第二个 我还是想继续把我们的 非裔的传统文化 做一些更好的传承和传播 还有第三件事 我最想做的是 青少年的引导这方面的事情 因为我们现在 身处在一个 信息碎片化的时代 是我们的孩子们 现在又过早地 去接触到一些智能产品 接触到一些 零零三三的信息片段 我不希望他们以后 问他们以后想干什么 他们说自己想当网红当明星 我不希望是这样子 我希望他们能够有正确的价值观 李佳佳的助理 曾经在微博上表示 李子柒全球范围内的社交媒体账号 仅为他个人所有 也就是说 YouTube账号的广告分层 主要就是落入李子柒本人的口袋 当然海外运营公司 也会有一小部分的抽成 但起码微量公司拿不到半毛钱呀 如果李子柒真的是把钱 看得比李子柒这个名字更重要 他完全可以继续在YouTube上更新 这也是他即使成立了 四川紫柒公司后 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虽然断更后 YouTube上的观众 还在不停的刷着他过往的影片 不过收入也由原来的每月200万元 缩水到了每月6、7万美金 大概就是四五十万元的人民币 李子柒在今年4月30日的时候 曾经在微博上发出了一张律师声明 声明表示 本所律师发现300余账号 在抖音、微博、今日头条、小红书 快手等网络平台 发布从此在乎李子柒只有 李子柒被迫改名等虚假信息和不实言论 严重侵害李子柒的各项权利 有观众就不明白了 好像也没那么严重吧 还要请律师去告这些人 但是你想想 谁最想要李佳佳放弃李子柒这个名字 当然是杭州威念 杭州威念原本是一家MCN公司 MCN公司就像以前的经纪公司 靠着旗下一人商演、活动等等的分成盈利 但是MCN公司失败的案例实在太多了 简单证明一下 给你三秒你随便说出一家MCN公司 说不出来吧 但以前的经纪公司 滚石唱片、英皇娱乐 哪一个不是在那个年代鼎鼎有名 威念公司为了避免如今大多数MCN公司的失败 他们转变了盈利模式 从表面上看16亿的销售规模 全都落入了威念的口袋 威念还获得了数十亿的融资金额 但与此同时 为了围绕黎子漆品牌 威念专门打造了从品牌运营、产品研发、供应链管理 推广营销等一系列渠道 2020年7月 为了更好地打造黎子漆品牌 威念科技有限公司更名为 威念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三栋办公楼里有一栋是黎子漆事业部 同时有500名员工服务于该品牌 为了应付螺蛇粉恐怖的销售量 威念直接投资 在柳州建立螺蛇粉加工厂 代替原本的代加工模式 账面上有16亿的销售规模 但是实际上 仅2021年上半年就亏损了将近1亿 当然 刘同明跟威念公司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 一个公司当然要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充分发挥品牌的商业价值 而且在合作的初期 李佳佳就表明只想要做好自己的内容 做好传统文化的输出 事实上 刘同明也并没有违背对李佳佳的承诺 你不想做广告 我也没逼着你做广告不是吗 即使公司在打造品牌的商业价值时 是亏损的 但是威念在近两年里 依然给李子柒分配了四五千万的收益 这样子的模式 其实也是想告诉李佳佳 你就是我旗下的一个网红 一个拿着高薪的打工人 并没有公司的股份 李子柒只是公司的一个品牌 应该任由公司操作 只是还没等到利润收割期的时候 李佳佳就跟威念闹掰了 谁能想到李佳佳在意的并不是钱 就算威念后来要给他股份 他也不要 如果早期就分好股权 让李佳佳参与决策 不要在背后搞那么多小动作 或许他也不会那么抵触这些商业行为 在合作之前 没有人知道李佳佳是谁 世界上只有一个李子柒 李子柒是由自己一点一滴组建起来的 但是资本竟然用手段欲将其夺走 这也就是为什么李佳佳对那些散步 从此再无李子柒 李子柒被迫改名的谣言 反映如此激烈的原因 他就是不想另改名字东山再起 而是他想要守护这个名字 2021年11月2日 李佳佳用四川紫七公司的名义 对杭州威念发起了上诉 杭州威念因此在四川紫七的股权遭到了冻结 刘同明跟威念应该也发现 李佳佳对李子柒这个名字的执念 比他们想象的深 为了尽快止损 也推出了代替品 臭跑品牌的螺丝粉 还在今年反将四川紫七公司告上了法庭 那是状告内容跟庭审结果 暂时还未公布 但无论如何 威念就算赢了公司拿走了李子柒品牌 李佳佳出局 相信大多数粉丝也会跟着出走 希望李子柒在这段时间也有继续拍摄影片 等到处理完跟威念的问题后 就会继续上传 也不忘观众们一直在期待他重新付出 喜欢这个优质的操作者 就赶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发现其他更具报红潜力的影片吗 赶快投稿给大人秀吧 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